赤鹿选择逃入水中躲避 但却不知身后的棕熊也善水性 最后赤鹿能否逃脱棕熊的追杀 感兴趣的朋友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作为最大的鹿生食肉木动物之一 棕熊强悍的实力无需质疑 其粗壮的钳支配合长达15厘米的前掌 挥击力极其的恐怖 最终一击能达到1600公斤 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单杀世界上体型 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 甚至赶鱼之身和狼群抢夺食物 棕熊不仅在陆地上强悍 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水性天赋 它们可以在潜水区域 轻松潜入水下两分钟左右捕食一类 棕熊的体重大约在135至545公斤 从体型对比来看 被追杀的赤鹿差不多有500公斤 此时的赤鹿逃入水中才发现 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被逼无奈之下 竟突然停止逃跑转身反击棕熊 但棕熊反应迅速 不仅瞬间躲开 还顺势给赤鹿来了个泰山压顶 历史更是趁机咬住了赤鹿的脊背 生死攸关之际 赤鹿拼命摆动身体 试图摆脱棕熊的束缚 可棕熊的熊豹实在太过热烈 任凭赤鹿竭力挣扎 背上的棕熊始终纹丝不动 不过由于体型差距过大 棕熊的猎杀也显得异常艰难 唯一能对赤鹿造成有效伤害的 只有他的尖牙力找 只见赤鹿痛得不断原地打转 口中也不时发出振振淒厉的惨叫 随着时间的推移 赤鹿背上的伤势逐渐加重 重到他几乎无法站稳身体 棕熊健壮连忙趁机加大力道 瞬间就把硕大的赤鹿按进水中 反反复复的水下窒息 让本就慌乱的赤鹿更加手足无措 他甚至开始拼命翻滚身体 可这种毫无技巧的胡乱挣扎 却恰巧给了棕熊可乘之机 随着赤鹿翻滚的趋势 棕熊顺势借力 不停摆弄赤鹿的身体 让身处水中的赤鹿显得极为被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最终这只试图逃入水中避险的赤鹿 也没能逃过一劫 历经长时间的厮杀 棕熊依旧精力充沛 他拖着赤鹿的尸体 然后借助水势缓缓地把赤鹿带到了岸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